欢迎回到新闻思想起 同样为了居住的家园而努力 一群来自花东的原住民 在大台北平地河岸地区 已经居住长达四十年之久 而这个阿美族的原住民 致落早在七六年代 北上打拼 依照传统主水群居 他们在都市边陲地带 搭起了一间间的木造房屋 还原原乡部落 而根据原民会的统计 目前全台湾一共有十三个 都市原住民聚落 光是在新北市就有七个 其中广为人知 有争取到合法重建的 是三一部落跟西州部落 然而除此之外 其实有更多更多 至今还被认为是非法聚落的 经过多次抗争协商 政府通融得以暂时居住在原地 但住所相当简陋 每逢豪雨风灾 他们立刻得吃离被撤退 这么艰辛的环境 为什么族人坚持要住在这呢 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 都市原住民的世界 了解他们的心神 同学问人就大声告诉他说我杀美族 我们不想搬 我们要在这边 我希望说在这边就地合法 未来 这里还可以待几年 十年 二十年 不知道 沿着三鹰大桥行水区附近 有一整排简陋的木造平方 这里是南京部落 主要由阿美族人组成 老族人守在这里生活将近四十年 在大台北的边陲地带打造出自己的部落 他们是都市原住民 隔绝外界 在这个前进的村子里 有着自己的步调 广播生传来头目的声音 要召集全村到聚会所开会 他是南京部落的头目 嘎路 我们的南京部落的歌 好 大家一起唱 南京部落实行头目制度 大小事务都要透过头目 召开会议 主人共同决策 南京部落的事情 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往上面做 给人家分享 给人家看 为了工作生计或求学 许多年轻人与小孩慢慢牵出 这个河岸聚落现存五十八户 全村一百六十四人 年于六十五岁的第一代老族人 只剩下二十一人 头目嘎路其实并非南京部落的第一代族人 早年掌管大兴殿部落 受到族人邀请 2008年才来到这里重整部落 这是你头目的帽子 虽然今天不是部落的重要庆典 因为我们的来访 头目特别拿出头目帽 小心翼翼穿戴上这一席 亮红色的阿美族头目服饰 以前原住民在部落 任何什么事情 都是以头目为主 如果说盖房子 他一叫 成功部落出动 大家一起来盖 所以说一天就给他完成了 村子里随处可见废弃的木板 都是族人减食废物利用 拿来搭建房屋的建料 小心哦 小心哦 跟随新阿美的步伐 踩过崎岖的石头路 走进族人的菜园 部落在这边种菜很快乐 民国76年跟着丈夫来到此地 当时这里一片荒芜 第一代族人在这里搭建临时公寮 他们就讲说 哇 这边很好盖那个房子 就陆陆细细的 人来这边盖 早年来到城市的族人们 多在建筑工地打零工 盖房子是族人的专长 由于收入租不起房子 族人来到这里后 就地取材盖出自己的家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办法 经济不好 工地都木工很少 没有钱贵赚钱 没有地方赚钱 反正把门赶出去 没有钱叫房子费 当年之所以住在这里 老族人坦言也是没有选择 2007年起 台北县政府开始积极发展核案计划 开始驱离拆除大汉西 新殿西沿岸的原住民聚落 几度遭到驱离 为何族人还是不肯搬走 这块地位于大汉西的行水区 属于国有地 分属水利局国产署管辖 被政府认定为非法建筑 族人常年住的是胆战心惊 曾玉妹是南京部落 第一任的头目娘 水利局同意让我们去建 五个月当中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用拼的 上面都是空的 旁边也是空的 只有一个竹子这样子站的 甲板还有什么木头 人家都是爱心给我们 这边的就是山哦 一座山 然后就我老公啊 他当那个干父嘛 他叫那个什么 快手啊 来融品的 挥洗开疆辟土的过程 夏阿妹红了眼眶 想到以前开墾的很辛苦 辛苦 真的很辛苦 我们以前开墾在这边 只有师父你看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 四个父母 大概这个部落 那在还没有安牵到 合法的一个居住地之前 那我们还是这个尊重 我们的族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样貌 暂时让他们居住在现有地 根据学理法78条 河川地不得盖房屋 尽管族人暂时留下 也不得再盖新房 想修缮也限制重重 那个是没有办法 就地合法居住这件事情 因为最主要那个水利县 没办法去做一些调整 强拆是因为有新增户 对 我所以 只要是有新增户 我们就会去做强拆 我们不允许让外面的 这个有进入到这个南京聚落 然后再去做一个新的建筑物 当国家公权力与部落居住权 遇上冲突 孰情孰众 为了安置三峡英哥地区 遭驱离的河岸聚落 原民局96年新建了 三峡隆恩浦国宅 97年开放河岸原住民入住 只是族人的居住意愿低落 有机会你会想去吗 我不会去 有机会你也不想去 我不 不自由 好像说 没什么感情那个感觉 在这边我走一天大家都认识 那国宅呢 反正你住一两年 谁住在哪里都不知道 15个年头过去 国宅还是封闭式建筑 无法与部落居民有交集的设计 也让河岭居住的问题 迟迟无解原地踏步 南京部落的去留 也在新北市议会被执寻 其实我们现在 我们那个三印旧部落 弄成一个非常棒的公园 然后呢隔壁 就现在的南京部落 这样的情形 那就不是很 很很奇怪吗 跟医员说明一下 南京部落未来是要千里的 佩玉22岁 从花莲来到台北生活 七年前跟着老公小孩 一家四口搬进南京部落 忙着养家糊口 在都市打拼的过程 也面与了原住民身份认同的危机 坐落在都市 你要我们的孩子 再去学我们的语言 非常难 除非就像现在这样 我回家的时候 我还可以看到 阿公阿嬷他们邻居在对话 能学就学 就是自己是阿美族 不会说族语也很 很奇怪 只是关于南京部落的未来 谁也不敢保证 老人家 慢慢凋零了 会担心这个村子有一定会消失 会 会消失一定会 人都会 各处嘛各处走嘛 这里会 这边南京部落可能就变公园 高速空路 捷运 原住民族来到大台北打拼 在都市边陲努力求生 穿梭建筑工地 归汉做工 但最后想留个棋生之地 却永远看不到未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